一進會場 市長蔣萬安便與每一位里長熱情握手打招呼 緊接著進行座談 斯文里里長江雪清提案加速斯文二期整宅公辦都更進度 蔣萬安表示 預計8月招標 10月決標 後續就會進入都更審議程序 去年10月辦過聽證會之後 當然相關程序似乎有些停滯 但是我們的新事務團隊上來 我非常重視臺北市的都更 所以我也特別跟都更處來講 就是後續我們訂出相關的期程 所以目前預計8月我們來招標 然後10月決標 那後續就會進入都更審議的程序 我們希望持續的往前走 那如果可以加速 我們加速 至少這個期程我們訂出來 我們會緊盯相關的程序 然後用任何進度跟里長來回報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案子就這樣進行 那也請這個都更處這邊 就這個案子相關期程 照著我們預計的規劃來走 然後隨時跟里長來回報 大友里里長許美智提案加速推動捷運民生系指線 蔣灣表示相信這是大同區所有里長的心聲 對他來說民生系指線就是要趕快加速興建 民生系指線就是要趕快加速的興建 這個決心也請里長們不用懷疑 我不會說民生系指線是盲長線 但是這絕對對大同區未來整體的發展非常重要 但是也跟里長的報告 捷運的興建絕對不是一蹴可及 我們目前正在積極的 將首都的環狀線讓它能夠竄起來 我們已經完成環狀線第一階段 也就是大部分在新北 然後捷運的南北環以及東環段 東環段未來就是能夠解決內湖交通的問題 因為未來是希望能夠連接基隆捷運 還有系東線就是系指到東湖 那未來希望能夠換接民生系指線 那現在這個系統跟台北市區段的系統不一樣 但我們也克服 我們說為了加速 我們讓新北市同一計劃 權益方案來進行整體的規劃 這樣子會比較快 也讓系統一致 所以目前正朝著目標 希望兩年內我們綜合規劃能夠完成 中央能夠核定 我們就趕快加速進入下一個程序 另外蔣灣在會前接受媒體聯訪 有媒體詢問 議員跟家長發現小朋友營養午餐 廠商登陸不時 是否有掌握到嗎 蔣灣表示 教育局未來將會針對 台北市各個學校嚴格要求 一定要監督廠商核實登陸 及時更新資訊 避免外界疑慮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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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爽